俗漢天安於一如,戰據一州,如果想憑這一州之力對抗曹禮,這須要付出更多的漢水和新羅,而諸葛亮自然而然的堅負起這各重任,這是他與留備的約定,也是他的不生束縣。 可以肯定的是諸葛亮的政治常人是非常傑出的,這各自君都是整整有條,把蜀漢自理成一個強賴的國家,強賴到可以與北方所謂相抗衡,身為蜀漢的管理者兼承相,諸葛亮要作一個表律,因為蜀漢所有的人都在看著他。 每天諸葛亮都是日理若基,肅興野矣,心中想著的事情就是幸福漢室,準備多人的諸葛亮終於要不伐。 內何天空不作美,直到他病死,不伐也何有成功,隨著諸葛亮誓去的環宇就是熟漢的沒落,最終被塞話超級滅了,在諸葛亮不伐之前。 他曾經吸流線寫過一批文章,座人中有這樣一句話,真兒神,遠小人,儘管諸葛亮沒有直接點名小人是誰。 大事中人都知道他就是華昏皇后,諸葛亮尚在的時候,皇后不敢輕舉妄動。 大事諸葛亮死後,他便開始行動了,皇后對流線進殘然悅,諸葛亮他當枉佛。 家中有金人無數,流線儘管有點傻,可視而是遮到一些事情的, 談完皇后的數月遮後,流死血定襯至到諸葛亮家中一探究竟。 開朗諸葛亮究竟有或有私藏金人,於是由性價借到諸葛亮家中吃飯來遊。 受到諸葛煎的接代,流線走到諸葛家一看,當時生中非常的殉鎖,諸葛家是非常的普通。 沒有私藏姐是的樣子,就像好通百姓的家中一樣,諸葛家的人吃的是粗茶太飯, 尊益是粗過懷疑,流線看到這一幕之後,一時遮鎖是非常的生氣, 認為王好騙了他。 氣的把諸葛亮家的大元都吸體掉了,因為大元常年也有維修已經壞了, 根本經不再流線者有力的一腳。 之後,流線重重封上諸葛占,對他近是非常的重用。 有些遇見,可以把諸葛亮家裏放在一起的時候。 然後,流線重重封上諸葛亮家。 我們要錄下,流線重射葛亮家。 然後,流線重射葛亮家。 是有些可怕的,流線重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